人有三级肚子要闹起来 简直是部分掌壳部分时间的难受 这个时候能见到厕所就是很幸福的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外有工作 在家有厕所 上班有厕所 哪怕是在荒郊野外 也能够随便的找个扫丛解决大事 很是方便 但是对于飞机飞行员来说 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民航飞行员暂且不说 因为飞机上会有厕所 但是对于一些军用飞机来说 像战斗机本身就是寸土寸金 狭小的空间供人活动都困难 所以很多时候 战机上是没有多余的空间 专门设立厕所 换个角度来说 即使有厕所 对于专注于开飞机的飞行员来说 也不可能扔下飞机不管跑去上厕所啊 所以这个时候要是闹起肚子来 上厕所对于飞行员来说还是个大问题 那么对于没有厕所的战机飞行员来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飞行员在驾驶飞机之前 都会尽量地排空身体 在吃饭的时候 也会尽量地避免收入过多的流体食物 这样从根源上就能够避免过多的闹肚子问题 说不定还能够支撑到下飞机再去厕所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飞行员来说 碰上闹肚子 这些不由分说的情况 就只有依靠工具了 在飞行员的驾驶座下 有专门的急变器和导尿带 专门用来供飞行员解决大小变问题 下飞机的时候将其清理掉就好了 这样一来既不用过分考虑上厕所的问题 也能够解决大事 是许多国家战机飞行员都在沿用的一种方法 所以别看战机飞行员待遇好 活食好 有的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需要克制自己的身体 只能说不管干哪一行 都不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风光啊